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作为存储研发了Metacue 随后阿里又重写了Metacue 2.0 这才有了第一代的RocketMQ 并将其命名为RocketMQ 3.0 然后在2013年进行了一个开源 然后2016年的时候RocketMQ捐献给了阿发级社区 然后17年的时候从阿发级毕业成为了阿发级下的一个顶级开源项目 RocketMQ在4.X的版本不管是在架构还是在多部分能力 消息类型核心底上面都有了长足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社区生态也非常繁荣 然后现在RocketMQ全球的contributor数也接近了500人 全球有超过数万家的企业都在使用RocketMQ 不仅包括像字节、快手、小米、滴滴、微众银行等来自互联网的头部企业 也包括像一些银行、券商、保险、基金公司等 一些对金融及要求非常高的一些公司 所以现在RocketMQ已经成为了业务消息的一个首选 然后时间来到2021年RocketMQ将会继续保持自己在消息领域的一个竞争力 另外伴随着云原生时代到来以及实时计算的一个兴起 RocketMQ也将全面升级 即将发布的RocketMQ5.0 我们将其定义为云原生的一个消息 事件流的一个超融合处理平台 来帮助用户更容易地去构建下一代的一个事件驱动和流处理应用 应用平台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也讲到了我们已经进入了云原生时代 但是云原生对消息中间间意味着什么 云原生的消息队列和传统的消息队列又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边列出了四个点 首先是高SLA 那在云原生时代 应用对消息队列这种云原生的服务 其实有更高的一个SLA要求 应用会假设云原生的一个服务 它具备像云一样的可用性 从而去降低架构和研发的一个架构 架构研发以及运维的一个复杂度 然后从云原生的服务中 获得更高的性能 以及更低的一个成本 然后第二点是多样性 云原生的消息服务需要涵盖丰富的一个业务场景 包括去提供各式各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从而去满足不同用户一个多样性的需求 那云原生的消息服务也会去支持更加丰富的生态 包括微服务生态 留计算生态等等 然后第三点是弹性伸缩 用户可以去根据自己的一个业务流量的一个需求 然后按需的去动态的一个扩容和缩容 以更加经济的模式去降低 部署消息队列的一个机器成本 然后最后一点是标准化 那云原生时代 运维和部署都是标准化的 然后消息的接入也需要标准化 特别需要去消除用户关于厂商锁定的一个担忧 因此云原生时代的消息队列需要去采纳很多社区标准 支持更多的一个多种开源的一个API协议 同时也要去接入像 OpenMessage那样中立与无厂商锁定的一个消息 开源标准协议 然后这是我认为云原生时代消息队列必须满足的四个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云原生时代 RocketMQ是如何去保持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并向这些方面进行一个演进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部分高SLA 我们一直说RocketMQ是金融级高性能高可靠 然后是低延迟的一个消息中间键服务 就是说它是一个高SLA的 那我这边列出了几个点 首先它是高性能的 那相对于其他中间键而言 它不同的是RocketMQ是可以支持万亿级的一个洪峰的 它也是经过了一个超大规模验证的 那阿里巴巴其实几乎所有的消息链路 其实都是在RocketMQ上的 比如去年双十一当天 当天整个RocketMQ在阿里内部支持了超过数万亿条消息的一个流转 那这种场景的打磨对消息系统的一个稳定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它是高可靠的 RocketMQ被用于核心的一个交易链路 那社区现在也支持了像MasterSlave Delighter也就是RocketMQ的RAFT模式 等多种复本的一个模式 待会我们也会细讲这两种高可用的一个模式 然后最后一点RocketMQ也是低延迟的 在万亿级的一个数据洪峰下 消息几乎都是在毫秒级进行一个响应的 比如说疫情中很多同学 很多学生上网用的一个钉钉 其实就是用RocketMQ来做一个消息总线的 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我们说RocketMQ它是一个高性能的一个消息中间件 那在4.7版本中RocketMQ的主从性能也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发展 包括通过一步发Pipeline的模式将主从性能提高的数倍 基本上和一步复制器评 我们这边简面讲一下 其实在RocketMQ4.7.0之前RocketMQ同步双写 同步双写的过程 比如说Master Broker 它处理一个消息 巴送消息的一个请求其实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一个是将消息写入Community Log 然后去提交一个复制请求到HF 就是HV Service 然后在等待HV Service通知复制请求被完成 然后返回写入结果 并去响应客户端 那在这种阻塞的一个模式情况下 其实Master Broker发送消息的一个处理器 CenterMessage Processor的现成 其实是需要等待消息被同步到Slave以后 以及被刷盘之后才能去处理新的请求的 那假设SenderMessage Processor 其实包含 假设SenderMessage Processor 我们配置的是四个线程 那如果这四个线程都在等待 那这一瞬间 其实系统是无法处理新的一个发送请求的 这也造成了CPU资源的无法被充分利用 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其实RocketMQ4.7.0重新升级了同步双写的架构 然后CenterMessage Processor的现成 不再去等待消息的消息复制到Slave以后 再去处理新的请求 而是去提前生成一个Computable Future 然后马上去处理新的请求 那在HAService的现成 在Slave的复制位点超过消息的写入位点后 再去完成相应的Computable Future 并去通知Remoting模块去响应客五端 那通过这种的方式 我们就将消息的协入过程进行一个切分 并将其流水线化 也减少了一个现成的等待 提高了CPU的使用率 也提高了一个性能 那上图就是社区对吞吐量和延迟的一个测试情况 其中那个Async其实表示的是一个一步复制的一个性能 然后Weight表示的是优化前的一个同步双写 然后Pipeline表示的是优化后的一个同步双写的一个性能 所以可以看出其实优化后的同步双写的吞吐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相比于优化前其实提升了10倍 基本上和一步复制的一个吞吐量是持平的 那在延时方面 其实优化后的同步双写也比优化之前有明显的降低 另外像延迟和性能的毛次上面都有了很好的改善 然后现在其实社区也成立了专门的性能优化小组 特别是快速的小伙伴 将一起对RocketMQ的性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优化 包括锁的一个优化 拷贝复制的一个优化 以及HA的HA层面上的一个优化 以及序列化的上的一个优化 那这一个版本也将在4.9.1发布 然后RocketMQ的性能将在这一个版本进一步提高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下面我们介绍一下RocketMQ的两种高可用模式 首先来介绍一下MasterSlave模式 这也是RocketMQ最基础版本的一个部署方式 我们看一下MasterSlave方式它是去如何去抵御各种故障呢 MasterSlave的话 其实我这边这张图就是一个二组二重的一个同步复制的一个配置 然后从节点通过同步复制 同步复制或者义部复制的方式去向主节点同步数据 然后其实这样的部署模式已经提供了一定的高可用性 特别是在一些非顺序消息的一些场景上面 我们通过部署了多组Broker 那其中一组Broker的Master不可用之后 Producer其实是仍然能发送消息给其他组的Master的 然后Consumer也能从Slave进行一个读取 然后其实NameServer其实也是完全无状态的 它其实每一个都能提供服务的 那即使NameServer全部当机 由于客户端已经保存了从NameServer中获取的一个路由 其实也是不会影响现存的一个服务的 所以RocketMQ最基本的主备部署模式架构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是没有无爱不意爱的 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可用性 那大家也能看到上面的就刚才说的主层模式 其实Broker组之间其实是没有Failover的 所以一个Master挂了之后 特别是顺利消息 特别是顺利消息 它 它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 然后整体集群的一个承受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RocketMQ4.5.0版本之后 RocketMQ提供了更加高可用的一个多副文模式 也就是社区的一个delegger模式 那delegger其实它是一个 OpenMessage中一个基于RAFT的一个commitlog层属库的一个实现 那RocketMQ通过delegger去解决了RocketMQbroker组内自动故障转移的问题 可以看到其实以delegger部署时最大变化其实是用了delegger的一个commitlog 去代替了原来的commitlog 然后commitlog就拥有了选取复制的能力 然后通过角色透传的方式 然后把RAFT那个角色透传给了外部的一个broker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Leader Leader是对应了原来的master的一个角色 然后Follower和Canidate其实对应原来的slave角色 那broker与其他外部组件 比如说像name server 客户端交互仍然是以master slave的形式进行的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 一个master挂了 其实依靠delegger的一个自动选主的能力 其实是会重新选出一个leader来的 然后通过角色透传的方式变成了新的master 所以就在完全没有对外部组件进行依赖的情况下 完成一个自动故障转移 这就是RKMQ社区delegger模式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形式 然后为了验证delegger模式的一个高可用 以及它的一个高sla 包括对故障的一个容忍性 我们对delegger进行了 delegger模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测试 包括像 进程的一个崩溃 包括像机器节点的一个异常崩溃 以及像慢节点 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个网络故障的 上面就是我们用OpenChaos去做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故障测试 那OpenChaos它是一个利用故障注入来验证各种消息平台 一致性和可用性的一个测试框架 那在OpenChaos的测试结果中 测试过程中 其实消息客户端会并发的向带测试的机群去发送和接收消息 然后中间也会间隔性的对机群进行一些故障注入 最后给出一个测试结果 包括是否丢消息是否有重复消息 以及机群平均故障的一个恢复时间 以及是否符合预期的一个分区顺序性等等 那比如说图中RandomPartition 其实RandomPartition故障其实是随机挑选节点进行一个网络隔离 来模拟强见的一个对称网络分区 然后RandomLoss故障其实是去随机挑选节点 然后并对这些节点的接收和发送网络包进行MbE的丢弃 去模拟一些网络较差的一些情况 然后RandomKill其实是模拟常见的一个进程崩溃 然后RandomSexpand其实是模拟一些慢接近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发生了Fuji COM等 还有像Bridge以及这个故障 它其实是模拟了一些比较济张的一个非对称网络分区 然后这张图就是其中一次杀死少数broker节点的一个open chaos 故障注入测试 测试的是RocketMQ的一个delighter模式 那这个故障其实它会去随机挑选集群中少数节点进行一个杀死 然后测试过程中我们设置了四个客户端 然后并发的向RocketMQdelighter集群去发送和接收消息 然后故障注入的时间间隔是100秒 就是100秒是正常运行的 然后100秒注入故障 然后一直循环 然后整个阶段持续的是2400秒 然后这是测试结束后open chaos给的一个测试结果以及实验图 图中纵坐标表示的是一个实验 然后横坐标表示的是一个测试时间 然后绿色的框表示的是数据发送成功 然后红色的框表示的是数据发送失败 然后蓝色的框是不确定是否数据发送成功或者失败 那灰色的时间段就是故障注入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一些故障注入的时间段 其实是造成了群群的一个短暂的不可用 然后一些故障时间段是没有造成群群的不可用 其实这是合理的 因为是随即杀死少量的一个 broker节点 所以只有杀死的少数节点 包含了leader节点才会去造成群群的一个重新选举 但即使去即使造成了群群的一个重新选举 其实我们也看到deliger模式下面 其实一段时间后也会恢复的恢复可用性 然后这张图其实就是给出了测试结束后 open chaos的一个统计结果 其实可以看到一共发送了11万个数据 然后没有数据丢失 这其实就表明了 其实即使在故障下 rocketmq deliger模式 仍然是满足at least once的一个投递语域的 另外这个rto test result也表明了12次故障时间段 其实12次故障时间段 其实一次一共其实发生了三次 这次机群不可用的情况 这也和左边这张时间图是一致的 但每次机群其实都是能在30秒以内恢复的 平均故障恢复时间其实是在22秒左右 那除了这个故障 其实我们也测试了其他故障 也就是我们刚才列出了这些故障的一个影响 deliger模式其实表现都是符合高可靠 高sla的一个预期的 然后刚才我们介绍了rocketmq 它在高sla上的一个竞争力 主要是性能 还有可靠性可用性上的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rocketmq 在多样性上的一个竞争力 那多样性刚才也说了 其中一个表现其实就是应用场景的一个多样性 那rocketmq不管是在消息类型还是消息质体上 功能都是非常丰富的 在阿发期rocketmq刚开源的时候 其实rocketmq就支持普通消息 顺序消息 延迟消息 从事和死性消息 基本上满足了大多数的一个业务场景 然后在rocketmq4.3.0版本中 我们又正式发布了事物消息 事物消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 发送消息的可靠性也解决了 上下游数据不一致的一个问题 然后在4.6.0版本后 微众银行又为rocketmq 贡献了request reply消息 使rocketmq具有了同步调用RPC的一个能力 也是rocketmq可以更好的去应用于比如说像打破 隔离网络之间的一个调用之间的一个能力 另外像有了broker作为服务的一个存储中心 整个调用过程也会被记录在案 也具备了日志分析的一个能力 然后右边是消息治理方面的一些功能和模式 那rocketmq除了常见的订阅模式 以及广播模式 也支持像tag和circle一句的过滤消息的一个查询和回放 那在rocketmq4.5.0版本发布的时候 中英语音也为rocketmq贡献了消息轨迹的功能 使用户可以更好的去定位每一条消息的一个投放 接收路径帮助排查 另外也增加了ACIO权限的功能 提高了rocketmq的管控能力和安全性 所以可以看到rocketmq在消息的多样性上面做的是比较好的 这种多样性也支撑了包括我们内外各个公司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业务 使得rocketmq成为了业务消息的一个首选 多样性的另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丰富的生态上面 那rocketmq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态丰富 由世界各地同学一起维护的一个成熟 又在快速发展开源领域项目 它的star数也接近了15k 然后全球有超过500家的一个贡献者 然后右边展示了rocketmq丰富的生态 那rocketmq作为一个消息引擎 它的客户端不局限于最初的Java 现在社区其实是有很多成熟的一个多语言生态的 包括像最加加客户端 Go语言的客户端 Python语言的客户端等等 然后消息对列 作为微服务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组件 rocketmq也和微服务紧密结合 比如说社区的rocketmqspring项目 它是完全符合spring的一个messaging标准的 然后可以无缝的对接到rocketmq 也受到了Spring开发者的欢迎 然后以此为基础的rocketmqspring Stream CloudBender和BIOS 也被Spring官方进行了一个收入 在云原生时代rocketmq 它也和k8s生态紧密结合 包括operator项目 exporter项目 knative项目等等 还有在流计算方面 rocketmq马上要推出自己轻量级的一个流计算框架 rocketmq streaming framework 另一方面rocketmq也和各种大数据组件集成 包括像spark、flink的 最后还有connect的生态 主要是去构建跨rocketmq消息对列集群的一个数据流转引擎 去实现集群之间的一个消息流转的一个业务场景的 所以可以看到rocketmq在生态上面 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挑其中几个生态项目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是rocketmq operator 也是云原生时代rocketmq 运为管控的一个利器 那operator是一个特定的一个k8s的应用控制器 然后它是用来创建配置和管理复杂的一个有志兰应用的 那现在rocketmq其实已经开扬了自己的一个operator 然后我们用我们可以用rocketmq operator来管理 部署k8s上的一个rocketmq实例 通过简单的一个命令 我们就能在k8s上面快速的拉起一个rocketmq集群 然后进行应用状态的一个管理 现在rocketmq operator其实也加入了operator hub 正式进入了operator社区 用户其实是可以通过olm的方式来安装订阅rocketmq operator的 然后去获得一个持续的一个服务支持 然后这是rocketmq promexios export 那其实在rocketmq监控的一个解决方案上面 rocketmq社区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个控制程序的 其实已经能完成部分能力的一个监控 那在因缘生日时代 其实使用最广泛的是 最广泛的监控理解决方案就是普罗米修斯 然后rocketmq社区同学也结合普罗米修斯 实现了rocketmq普罗米修斯exporter 用于在rocketmq上面快速构建普罗米修斯的监控系统 那整个系统其实是基于springboard的框架来实现的 然后由于rocketmq内部已经 内部本身已经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一个数据统计 所以rocketmqexporter的一个逻辑 其实就是内部去启动多个定时任务 然后从mq集群去拉取消息 然后将数据规范化以后 通过 这个端点的方式去follow给普罗米修斯 然后现在rocketmqexporter也被普罗米修斯官方进行了一个收入 然后这是rocketmq和wave的一个结合 主要是和spring生态做的一些融合 那spring boot 其实是当下java语言中最主流的一个微服务框架 那rocketmq社区也通过构建rocketmqspringstart的这种接入方式 方便开源用户的微服务系统和rocketmq的一个消息队列通信能力 能够快速的进行一个集成和打通 并且rocketmq的spring在遵循那个springmessagingAPI的规范的基础上 也结合了rocketmq自身的一个功能 提供了响应的一个API 方便开发者在不改变API的情况下快速切换到rocketmq 然后现在rocketmq的start数也超过了spring卡夫卡和springamqp 成为了spring生态中最受欢迎的messaging项目 然后以此为基础的springcloudstreambender和springcloudstreambus的rocketmq实现 也被springcloud官方进行了一个收入 这一部分是有计算领域 这边重磅地介绍一下rocketmq5.0即将发布的一个面向streaming场景的 stream framework rocketmqstreaming framework 然后它是一套全新的一个流逝处理框架 然后它的设计目标是去帮助用户在不依赖外部重量级计算产品的一个情况下 利用已有的rocketmq资源去完成大多数业务场景需要的一个轻量级数据处理和计算的一个能力 那rocketmqsdreaming framework它依赖非常少部署非常简单 它其实是一个流处理库 所以只要像部署rocketmq客户一样就能把整个框架部署起来 并且它也能进行任意的一个横向扩展 然后它内置的流逝的circle引擎也可以去兼容flink circle的标准 以及去提供odaf udtf的一个能力 也帮助开发者在发现计算平景时能无缝的迁移到更加强大的flink进行计算 然后这是rocketmq自己的一个流逝计算框架 然后另一方面其实rocketmq也积极的和其他的一个大数据框架进行对接 包括flink、spark等 特别是基于最新标准的rocketmqflink connector最近也会毕业 然后帮助rocketmq与flink生态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融合 然后刚才也讲了其实云原生时代对消息中间要求非常高的一个点就是弹性的一个扩缩 那rocketmq5.0也将提供通过逻辑对列来实现极致的一个弹性扩缩的一个能力 那在卡不卡或者是rocketmq4.0版本中如果说broker节点进行一个扩缩融时 其实topic内的一个对列数量就会产生变化 但是比如说在流逝处理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上层业务一般是要求存储对列始终是固定的 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流逝处理的一个顺序性和完整性 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 rocketmq5.0的版本将消息对列洽成到了一个物理的一个对列 然后上层重新抽象出了一个逻辑对列 那一个逻辑对列其实是可以包含多个物理对列的 然后各个物理对列其实是逻辑对列的一个片段 然后去拼接出真正的一个流逝对列 那物理对列其实可以是存储在不同的broker上的 而且相比业界的一个其他方案 这个方案也更加的一个轻量级 可以秒级的进行一个扩缩 然后在物理节点发生变化的时候 也不会涉及到存量数据的一个复制和迁移 这是rocketmq在弹性扩缩上即将发布的一个功能 最后一部分是标准化 那在消息领域其实无论是接口还是协议 社区其实一直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标准的 比如说mqtt中的一个协议模型 然后amqp的一个协议模型 cloud events的一个规范等等 那这些在rocketmq5.0 rocketmq都会去进行一个适配 那另一方面rocketmq也在积极的去适配 员原生的与厂商无关 呃中立的开源 消息标准open messaging 包括它的语言规范 schema benchmark 等等 而且目前其实有很多的语言厂商 也介入了open messaging的一个标准 呃最后讲一下其实rocketmq5.0 将在今年正式进行一个发布 然后rocketmq也会全新升级为原生的一个messaging eventing 然后streaming的一个超融合的一个处理平台 呃然后去帮助用户更容易的去构建下一代的一个世界驱动合流处理应用平台 那包括呃八月份 呃将就会发布rocketmq5.0preview的一个版本 呃完成向逻辑队列弹性伸缩 以及流P一体的一个访问方式 然后呃在九九十月份将会发布实时的一个流计算处理框架 啊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rocketmq streamfree work 呃然后去支持GRPC协议呃去发布新的一个轻量级客户端 啊然后会正式的去发布rocketmq5.0完成P处理能力的一个支持 呃存储计算的分离 然后在今年年底的时候也会去支持amqpmqtt的一个协议 呃所以呃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参与到rocketmq的一个社区的建设中来 一起去打造下一代的一个云原生消息引擎 去打造呃呃一个消息事件流的一个超融合的一个处理平台 嗯OK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嗯感谢大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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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